我現在在我們家的門口 有沒有看到 整條巷子的路燈都在閃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今天下午發生火燒車 我們家附近有個鄰居 他都有在改裝這個露營車 很大台的露營車 後面那一台 現在後面這裡有一台用布包著這一台 這一台 今天下午發生了火警 整台露營車燒起來 因為我不在家 我的兒子 大兒子看到的時候 我們鄰居說他應該是社區第一個發現 他說誰報警我不知道 反正我知道的時候已經燒起來 那時候我人在外面 燒很大的救護車都進來 然後現在 他燒起來的時候上面不是有那個電線桿嗎 上面那個電線全部通通都 可能熔掉了或什麼 第四台的線已經來換過了 但是 台電也有來 那現在呢不知道怎麼處理 反正今天晚上這個燈就一直閃 我覺得這個應該不對吧 這個燈應該現在要先 斷電吧 萬一如果 發生什麼故障 等於要走火怎麼辦 好危險喔 給大家看一下那個 今天下午的影片 給你們看一下 今天下午的影片 發生了 這件事 題目 大尚 有些什麼 發生了 發生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煙味太大,煙味太大 爆裂 咦,有,上面關了 诶4樓沒有動啊 椿仔ry 我沒有去動四樓三樓的 無啦,我沒有去動四樓三樓的我關了 Tobie 什么时候发生的 刚刚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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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